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坐在民宿柜台的老板娘 吓得双手扶住桌面 左脚也跨了出来 但似乎被吓到腿软 完全站不起身 而原本躺在沙发上 睡觉的老板也被吓醒 先生赶紧戴起眼镜 原本还想夺门而出 但下意识发现老婆大人 正在尖叫 他当机立断 回头拉着老婆 就往门外跑 就开始地震嘛 一震之后就起来 然后很深就是 因为我气质很深 所以一定要拿眼镜 戴起来之后 觉得怎么还在震 然后老婆在尖叫 然后就快冲过去 把他抓着 然后就往外面跑 一想到当时情形 花莲这间民宿老板 也是心有余悸 看看当时夫妻俩 冲到门口时 仓皇间还不忘 下意识地脱下室内拖鞋 也被人调侃说 真的是花莲人 专属的镇定 因为花莲人都会先想一下 这个地震到底 要不要往外跑 因为地震太长 所以是很习惯地震 所以还在犹豫 要不要有什么动作 不少人大赞 这果然是真男人 老板娘没有嫁错人 而这猛烈一镇 花莲的一间少年中途之家 也被震得到处都是墙壁 瓷砖军裂 连天花板的青钢架 都被震到断裂 都是在梁柱 行政区域 然后在厕所 然后楼梯 楼上我们 楼上也有那个 以前的接风的中间 中途之家忧心忡忡 不晓得这一大笔 修缮费用 要去哪里生出来 幸好有三星人士 愿意帮忙赞助 一场地震 除了财务损失 也让人看见了人性中 正向光辉的一面 记者许志诚 聊至SNG小组 花莲报道